不只是那個報紙不一樣,還有那個笑法也不一樣,所以我翻閱了一個小報,叫做笑報,但是它所謂的笑是罵人的笑,嘲笑,是ridicule press,我看前幾期它沒有把那個英文標題列出來,但是在過了一年左右之後,這個突然出現了, 然後這個就是罵那個,罵政府,罵這些虛偽的名人,那個明星什麼的,所以這又是另外一種跟幽默共存的一個文化,然後我在書裡面,我真的不會看很多它的故事,但是它是一個很有趣的,我在開始研究幽默的時候,沒有想到,我沒有聽說過這個人,那個國民黨大老,那個元老, 吳智輝,智勞,智勞先生,對,他其實搬了很多角色,就是他是政治家,他是無政府主義者,他是文人,他參加過科舉,他中了舉人,然後他說其實他中舉人就是因為他的書法好,不是因為他的文章好。 但是他,因為他,因為他是反那個清朝政府,到了那個建國以後,他的地位基本上比誰都高,他跟孫中商是好朋友等等,但是他不只是因為,不只是因為他是政治力正確的,也是因為他擅長罵人。 所以他是一個所謂的名罵,然後大家都喜歡讀吳智輝的文章,因為他誰都不敢罵,然後當然在台灣不罵人,從來不罵人。 但是他是那個,不知道一個二十年代的李敖什麼的,但是不管你喜不喜歡李敖,但是我們都可以同意他是以罵人文明的,或者他是他最喜歡做的一件事情。 然後吳智輝希望請不要錄了,加上這個好玩的就不能講出來了,這個罵人話就不能講出來了,但是他就一直在罵人放屁,而且放的是鬼屁,他說中文人都是好像有鬼附在他們的身上。 所以大家都讀他的文章高興的不得了,後來聽說他的文章是從這本書學來的。 吳智輝先生的文學老師,這是一個當時沒有人聽說過的書,到1924年重新被一些五十萬人發現,然後重印了。 裡面全是那個故事是發生在陰間,然後所有的人物都是鬼。 有活鬼,有活鬼,活死人,死鬼,色鬼,流打鬼,那個扼殺鬼,基本上都是一些上海的罵人話。 然後他就把這個罵人語故事話,成了一種奇奇怪怪的著作。 然後這些五四文人找到了就高興的不得了,因為他是反孔子的。 有很多人說我們在陰間讀的不是四書五經,而是死書,死掉的書。 所以他說這個舊文學全是死掉的,我們要一個活的文學。 所以這個變成了他們的一種武器,就是這個大舊社會的一個武器。 所以有很多有趣的故事。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,剛才那個。 就是做社會銀行球。 對這是有什麼沒有得益。 從小材這樣而言,給怂敬有學習什麼。